大家好,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 李雪芹爆养子朋友圈内容,一到半夜就发山岗文字,张一星评论太肉麻了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越来越多的人将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。 李雪芹就是这样,作为公众人物的她,越来越有偶像包袱,心事也越来越多。 她经常在半夜发一些非常奇怪的话,内心觉得羞耻,但又舍得删除,于是她将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。 她说是为了记录下当时的心情,留下当时的状态。 往后回过头来看的时候,可能觉得幼稚,但她也是成长经历,让你从中看到自己的进步。 李雪芹还爆料称,杨子本来很乐观的一个小孩,现在一到半夜就发山岗的文字, 一不小心就曝光了杨子的朋友圈内容。 怎么也没想到,大大咧咧性格活泼的杨子,朋友圈画风如此伤感,真想一看究竟。 记得杨子曾在节目中曝光过她的朋友圈,明明很阳光乐观, 她会记录下很多生活琐事,用戏虐的方式表达出来。 有些故事就像写段子一样,但确实是杨子亲身经历的, 有时候觉得她不当演员了,还可以去说说脱口秀,一定很有梗。 很多男艺人对杨子的朋友圈印象深刻,其中一个职言,愿意付费观看。 张一山更自爆朋友圈最有趣的是杨子, 因为她经常说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, 李信更是爆料,杨子在朋友圈就是个断子手, 杨子的朋友圈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。 甚至杨子自己都吐槽说,自己的朋友圈向营销号, 可那只是以前,果然,再开往的人也是会变的。 那么是什么改变了杨子? 郭麒麟道出原因,说她是被李雪芹带的, 虽想跟李雪芹差不多了,大概郭麒麟是在开玩笑。 但能得出一点,杨子和李雪芹一样半夜不睡觉, 并发一些伤感文字,看来心情不好,压力很大。 而杨子和李雪芹也并未同框过。 杨子很喜欢李雪芹的脱口秀, 还找黄磊帮忙找李雪芹要门票。 结果被黄磊开玩笑说, 您该找年轻人要,比如张艺兴。 大概是在张艺兴的帮助下, 杨子才有了李雪芹的联系方式吧。 杨子性格活泼,李雪芹也是善于跟喜欢自己的人交流, 他们很适合当朋友。 而杨子加上李雪芹和郭麒麟的好友,人缘真好。 但杨子朋友圈设置三天可见, 并非受到李雪芹影响,而是受到赵薇影响。 杨子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, 她的偶像是赵薇。 当她加了偶像的好友之后, 因为担心自己太过躁, 影响了自己在偶像心中的形象, 她把权限设置为三天可见。 曾经这么注重形象的一个人, 如今开始不顾他人眼光, 发一些伤感文字, 不禁令人担心, 难道还没有从前一段感情中走出来吗? 说起来杨子已经单身许久了, 更是让人要专注事业, 做个单身女强人。 但感情似乎没有了期待, 也许是上一段感情受伤太深, 杨子不敢轻易再相信人了。 作为公众人物, 官宣过恋情最后分开了, 心碎也是难免的。 在阳光的女孩也有脆弱的时候, 而深夜时分最容易心事弥漫, 希望杨子早点遇到那个 可以让她开心的人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, 更多精彩资讯在数个超能力, 敬请关注哦!